叶晨,这四个光圈之中,本源和法则天差地别,你要么能够做到直接用蛮力,将所有的光圈压合在一起,要么就需要极为温润的力量,一点点磨去上面的本源易散体。 风天伤的声音及时响起了,但是机会转瞬即逝,如果想用第一种,就一定要足够快,足够彻底,足够强悍。 叶晨点点头,他知道该怎么做了,过程再次流转到了融合的这一步,四个人的目光都紧紧地盯着虚空之中的四个光圈。 突然,无尽的黑暗瞬间席卷整个空间,只是那各色霸道的光圈所散发出来的光泽,成了这无尽黑暗之中的唯一色彩。 想要同时压制四个人的本源之气凝成的光圈,没有极为霸道的修为是远远不能达到的。 若是但凭叶晨自己的实力,光是曲晨云自己的实力,就极难压制。 既然没有办法,那就创造办法。 叶晨闷哼一声,黄泉图骤然出现,一柄极为光速的大剑就这样奔涌而出,那剑正是此刻的荒谋天剑。 叶晨手中的荒谋天剑,此刻散发着无尽的威压和强悍的黑暗煞气,在这一片黑暗之中,犹如无形一般。 斩! 荒谋天剑霸道的剑芒,在这黑暗之中直接横穿了每一层光圈。 原本剧烈颤抖嘶吼的光圈,在荒谋天剑摧枯拉朽的剑锋之下,竟然直接将营绕在其中的杂乱气息一一扫平。 再也没有了那奔腾而呼啸的架势。 如同见到雄狮的小动物,闭眉顺眼地停在原地,老老实实地接受着融合。 一道十分巨大的气浪,此刻正以极为豪横的姿态,从四个光圈之内奔涌而出。 原本被黑色圆斧所遮蔽的空间,此刻在这巨浪的攻击下,已经缓缓被挤压翻在另外一边。 原本在光圈周围肆虐的无穷本源易散体,此时全部在这荒谋天剑的威严之下,变为空气中的一粒沙尘。 一个有黑的光圈逐渐显露出来,其中散发主导位置的气息已经变成了轮回气息。 最后一步了,夜沉心头一阵沉重,大喊道, 毁能语图! 那有黑的光圈升空而起,直接横贯在整个虚空之中。 原本空灵的竹林之间,此时笼罩上了一层极为隐晦的毁灭之色。 灰白的颜色将整片竹林全部填满, 没有任何生灵存在的痕迹,原本在林中的飞鸟此时也变成了灰白之色, 犹如游荡在其中的鬼魅之影。 夜沉感受到正有无穷无尽的灵力朝着这光圈之内前不后继地奔涌而来, 甚至连他都有些艳羡这空前绝后的无比能量。 稳住心神,不要受诱惑! 崩天上的声音当即传来,也许夜沉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其实在他觉得有些羡慕的时候, 他的手臂正在不自觉地抬起,伸手抓向的正在升腾的光圈。 济思青等人虽然看到了夜沉的这一动作, 却也不明白他此举的意思。 夜沉听到崩天上的话语以后,后背一阵冷汗, 如果不是崩天上阻止, 也许他已经伸手接触了光圈, 这样最危险的情况就会产生。 他体内的灵力将源源不断流入那光圈之中, 也许直到他死,他的同伴才会知道。 夜沉收起心绪,仔细观察着光圈之内的动静。 在无尽的虚无之中, 似乎有点点的光明正浮现其中, 就是这个时候了。 夜沉手中的古玉突然腾空而起, 以一往无前的气势直接投入了那光圈之中。 一道极为璀璨而犀利的光芒 在古玉融入进光圈的那一刹那, 崩裂而出, 每个人都下意识地伸手去阻止那样璀璨的光芒灼伤眼睛。 随即,那光芒变得柔和, 丝丝缕缕的灵气缠绕在古玉身上, 而他自身似乎也在慢慢地吸收着灵气。 成功了! 几丝青兴奋地叫了一声, 看向夜沉的神情充满了欣喜。 嗯,夜沉感受着这似有若无的灵气, 从古玉的身上悠悠飘散出来, 一道无形的光影从古玉身上溢散出来, 犹如在虚空探索出了一道光露, 一丝丝灵气就这样徐徐地溢散在空中。 那光露就好像是有了触手一样, 似乎缠绕在什么东西之上, 发出咔哒的声音。 你不该破坏规矩! 一声低沉的声音从古玉之中散发了出来, 将众人吓了一跳。 但他们敢肯定这是耀祖的声音。 什么? 血神几乎反射性地说道, 很快声音透过古玉传到了耀祖耳中。 你不是清玄, 你是谁, 竟敢盗走古玉? 这道声音古朴而沧桑, 充斥着无尽的岁月之力。 你是耀祖前辈吗? 我是清玄镇人的弟子, 纪思卿。 纪思卿连忙解释说, 生怕耀祖直接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嗯? 耀祖却发出一声不信任的声音。 清玄只有两个弟子, 乃是同胞姐妹, 何时收了一个姓继的弟子? 晚辈上一世正是屈臣烟, 这一世交纪思卿。 晚辈屈臣云, 许臣云的声音也突然响起来, 他想要用这样的存在, 让耀祖知道他们并没有恶意, 没有盗窃古玉。 既然是清玄的弟子, 也该知道, 这古玉从来只能使用一次, 这是我的规矩。 耀祖的声音包含着无尽的怒火, 十分恼火, 他们竟然无视他的规矩, 这让他无比暴躁。 许臣云这才了然, 难怪师父明明有可以连通要阻的手段, 直到允命也没有再次使用, 这竟然是因为这块玉佩只能使用一次。 几次清皱了皱眉头,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能求助似的看向夜晨。 前辈, 我们并无恶意, 只不过因为有非您出手不可治愈的伤势, 这才冒着大不韦前来求助于您。 夜晨垂首说道, 这世间只有我可以医治的伤势有很多, 难道每一个我都要去医治吗? 不要废话了, 将玉佩销毁,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 血身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好不容易寻到的机会, 这药祖竟然拒绝出手救治。 前辈, 我们知晓您有您的规矩, 但是世间因果轮回, 我们既然有幸能够与您连通, 这可能就是我们之间的机缘, 希望您能够看在这份因果上, 给我们一个机会。 夜晨道, 药祖已经闭市多年, 怎么可能因为夜晨的三言两语, 而有任何的变化? 此刻也只是碍于这玉佩出自她的手, 而不忍心直接摧毁, 想让夜晨几人知难而退罢了。 前辈, 同时一道入室, 我却是极为相信因果的。 夜晨眯起眼睛, 周身弥漫着一圈圈的琉璃宝光, 整个人气度森严, 他抬起手来, 也没预见展现在手中。 这八卦天丹术便是因果。 药祖的声音开始有了一丝变化, 似乎对八卦天丹术极为感兴趣, 言语却依旧倔强道, 你跟老夫说这些做什么? 没什么, 就是晚辈入室时间太短, 看不懂这因果, 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普度众生。 有的人却归缩一处, 不但不玄乎济世, 甚至将主动求助的人也拒之门外, 我实在不知道, 这二者的道员真的都是药员吗? 夜晨 曲臣云的声音冷冷传来, 想要提醒夜晨不要太过了, 这等大能不是他这么一个小人物可以挑衅的。 却没想到, 药组的声音发出一道爽朗的笑声, 好久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伶牙俐齿的小家伙了。 几丝清脸上露出了一抹惊叹, 真不知道该说夜晨是运气好还是太勇敢。 好, 既然你也修此道, 我就给你一道吉元。 药组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 不知道是被夜晨的赤诚无惧打动了, 还是对八卦天丹术所吸引。 那谷玉所萦绕的光露, 此时缓缓地汇聚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道幽闭的门。 那门在这之上散发着无尽冗杂的气息, 凭空而出, 却让人感知到这背后的非同寻常。 夜晨却是微微一笑露出一抹坚韧的目光, 他之所以说这么多, 其实并不是想用激将法, 而是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 不管对方是不是大能, 他只是将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走吧。 夜晨挥了挥手, 将小黄收回轮回目的之中, 率先走进了光门之上。 曲臣云点点头, 跟着三人也走了进去。 这光影之后的大门打开, 四人如同进入了一处幽静空陵的山谷之地。 草药弥漫, 药香扑鼻, 浓郁的气息弥漫在整个虚空之中。 这是一处不知名的地方, 藏匿极深, 夜晨转头看了看已经消失的入口, 那里现今已经变成了一面石墙, 显然药祖并没有打算暴露这药谷的所在之地, 应该是直接打开了一条虚空通道, 让这几人进入。 如等既然进入我药谷, 就是我药谷的客人。 一道极为轻力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一名身穿白色衣袍的女子, 头上戴着兜帽, 后背背着一个小竹篓, 里面满是各色的药草, 正缓缓地朝他们四人而来。 我等特来拜会药组, 夜晨端详着这女子的装扮, 与天人玉众人大相径庭, 麻痣的上衣显示出她的朴实, 但是在关节之处还有一层银色的天坠, 应该是降低磨损的。 师父已经跟我说过了。 女子轻力的声音再度响起来道。 不过师父说了, 只见你一个人。 是有名的水上。 你们又来说这温暖的空障,